Hello大家好 今天是要去吃一家我期待了特别久的一家除外奇迹的怀石料理 这家店现在是拿下了米其林二型 并且在Tagloger上面的评分高达了4.76分 排名全京都第一名 放在全日本的话 全日本评分最高的怀石料理是东京的国宝集餐厅松串 他们现在评分是4.79 今天我要去这家序方指引他们低了0.03分 可以说这家店离日本第一的水平已经非常接近了 同时的话这家店的预定难度也是非常的可怕 目前的话基本是提前半年吧都订不到位置 我这次也是破了朋友才成功能搞到一个位置 这个季节当然是毫无疑问的松茸唱主角 但是这是个什么神仙尺寸啊 这快有小孩子的手臂大了吧 跟着松针一起上上来的是第一道菜 这个尺寸跟啃的鸡鸡肉卷差不多 打开一看 这竟然是第一道就是松茸的天妇罗 这些年优秀的餐厅我也吃了不少 从来没想过松茸可以这样像炸鸡腿一样拿起来吃 第二道是碗物 很久没在怀石料理店见到这么朴素的黑碗了 旭方的这一道出汁把日本料理的简法算是做到了极致 不像别的高级料理店可能会用松茸或者白生鱼 但是旭方只用栗子和菊花就营造出了秋的感觉 我曾经以为之前吃过旭方的湿地 G20国宴主厨木山的碗物已经是极致 但现在看来湿地还是湿地 旭方的这一碗才称得上是登峰造极 这简法做到极致的出汁 除了鲜美和透着淡淡的烟熏味之外 还有着栗子浓烈的香甜 这是今天刺身的第一道 全部都是来自日本最顶尖的产地 名食 章鱼 鹿贼 鸟鱼 为了体现出更强的质感 所有的刺身都是加厚处理的 但就算是达到了一个这样其他料理店无法达到的厚度 也不会让我觉得有丝毫的难咬 反而是更加的弹牙 鲜甜 看这个针钓的厚度就得有一厘米以上了吧 从来没有遇见过敢切这么厚的点 下一道刺身是春 也就是蓝点麻椒 作为银身鱼 它的腥气要比秋刀鱼和青花鱼要淡得多 还有着一种淡淡的甜味 肉质特别的柔软 有一点像是最顶尖的海绵蛋糕 牙齿轻轻咬下会温柔地包裹住你的牙齿 再搭配上葱花和黄结末之后 那仅有的一点腥味也被完全地压制下去 只剩温柔的甘甜 下一道是干雕的利林烧 来自名食最顶级的干雕 用的也是这种干雕最常见的烹饪手法 旭方又一次做到了减法的极致 这一块鱼只配了几滴米醋来作为调味 最顶级的鱼货只要如此就可以轻松地引出鲜甜 酥脆的鱼鳞还有柔软的鱼肉 两种不同质感的对比还是挺有意思的 接着是京都本地武鹤产的毛蟹 搭配醋和出汁来做成的哲理 算是一道清爽过度的小菜 虽然只是一个过度 但是这么多蟹肉吃起来确实是爽 我觉得旭方应该可以算得上是全日本最会做洋葱的人 可以看到洋葱的边缘已经呈现出了一种 像是白玉一般的质感 旭方曾经有一道名菜 就是只放了洋葱的碗物 我今天的这一个洋葱 搭配的是鳖做的酱汁 我身边的朋友都清楚 我个人是不喜欢吃洋葱的 但是今天这个去方的洋葱 我没有感受到一丝赞人不愉悦的辣味 有的只是浓烈的甜 还有憋汤的鲜 像个铁憨憨一样用勺子咬了半天 服务员在提醒我说应该用筷子夹 这道菜唯一的缺点就是因为憋这种食材的特质 有着一丝淡淡的土腥味 主厨看我对酱汁特别有兴趣 于是就把他们的硅壳拿出来给我看了一下 最后的主食 松茸饭 这个饭同样也是 这一大锅可以无限佳 只要你愿意 你可以把这一锅全部吃完 去方煮的米饭湿度比较高 比较粘稠 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风格 饭一上桌 我就闻到了松茸那带着一丝金属味的清香 米饭粒粒都晶莹剔透 第二道主食是续方这家店的长青树 油炸茉莉盖饭 选用的是来自被害到的蒸茉莉 搭配日本山椒酱汁 油炸缩水之后看上去尺寸小了很多 但是一咬进嘴里还是能感觉到饱满的蚝肉 主食的最后一道 乔麦面 酱汁用味淋、酱油和牧鱼花做成 比较普通的一个组合吧 这次来没能吃到续方的鸭汤乔麦面 是我的一个遗憾 最后的一道甜品 鸩杏饼 吃到现在我才发现 从开头到结尾 续方好像每一道菜里面 都带着那么一点甜的要素 海产的鲜甜 坂利的香甜 松茸的清甜 到洋葱那我不知道该怎么描述的甜 OK那现在回到家里来做一个最后的终结 续方这家店的话 我觉得如果单论烹饪水平的话 它已经碾压了日本大多数的米其林三星 那我在网上看了一些很多其他客人的评论 我觉得它没有拿到米其林三星最大的一个点 就是因为它没有办法保持出品的稳定性 很多人说去续方吃饭是抽奖 因为Chef他太注重于自我的表达了 所以有的时候会用一些稀奇无碍的东西 就是很符合Chef本人的想法 但是有些客人就难以接受 就是为什么它出品有时候一会儿好 一会儿就很奇怪 所以这就是没有办法拿到第三颗星星 如果以后进度会再添一家米其林三星的话 我觉得续方的可能性应该是最大的 然后这顿饭总价格的话 加上酒大概是在6万日元出头 这个价格你问我值不值的话 我只能说如果按我个人的感受来说 我觉得是值的 用这个价格能吃到 这种无与伦比的调味 对我个人来说 这种是属于一种独一无二的体验 是你在其他店找不到可以替代的 对我来说这种唯一性 我愿意为这个唯一性花钱 但如果你只是单纯的计算实材的成本的话 全世界你找不出几家 会让你觉得很值的餐厅吧 OK 那这期视频就先到这里 我们下期视频再见 拜拜